下午的部分 要跟大家介绍 善用云端枯和免费软体 等一下在开始之前 我们会先 让各位 做一个 小小的问卷 了解一下大家现在 一些问题 我先把这个问题 打开一下 可以看一下在这里 首先第1个 请问各位还有没有在用我的罪爱或书签 你怎么爱那么多 你的我的罪爱 或者书签有在整理的吗 就是用资料夹整理完就没了 你都爱了之后就丢进去 你都没有想过 里面的那些网站还在不在 你看 你有关注过人家吗 真的 每一个网站都叫 后宫加历3000 每一个都有 很多我的最爱是加进去的时候 这个也爱那个也爱 到最后 真的要少资料的时候 我还是Google一下 没有这样子的吗 应该多少会有 对不对 好 第2个 Google有一个服务叫知识图 有没有听过 平常你们都搜寻了就给他 第1个就点下去了 都从来没有看过其他的 这个你可以看 那以图找图这个应该是 目前 比较多同学已经会了 比较已经会了 再来摩克斯的我们早上有介绍过了 所以应该有 早上至少没有看过或听过 这里有一个叫RSS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人有用过呢 待会你可以回答 我就先把这些几个题目 稍微带过一下 那 再来就是我们在这里 这个 笔记 各位平常除了说纸笔的笔记以外 还有 现在比较火红的两个笔记叫做什么 Evernote 还有叫OneNote 有没有用 也有同学有用 很不错 那这个笔记呢 其实是蛮方便的 还蛮方便的 等一下呢 你可以 再试一下 另外这里 还有 这个 你的密码 有没有设得很简单 有没有定期更换 这个 现在 因为大家什么都云端了 如果你是 通关密 你过一关 就 斩六将的那一种 你有没有那一种密码 就一个 就一路通到底了 知道一个就不用再讲了 就继续投下去了 那就要小心了 好 再来就是现在 远端服务 对 远端连线 远端会议 很方便 那这些 那这些有没有用过 还有 因为呢 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这些账号都很重要 你有没有用过两个阶段验证 如果你没有用的话 只要有账号密码 管你在哪里 自由登录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部分呢 等一下 麻烦各位 帮忙 扫一下这个QR Code 来填写一下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 看看大家 最 缺的是哪一个 我们就先从那个来讲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回答同学的情形 那你从上面这边点过来 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23位回答完了 首先 大家使用我的最爱的比例还蛮高的 对不对 使用我的最爱比例还蛮高的 然后 有用过这个 Tim Viewer Line 这Line 是 现在全运动 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Skype 现在好像用的就少一点点 不过最近 Line 也 推出一个群组视讯的功能 应该 你有在用的都有看到吗 以前是只有Skype有群组视讯 所以很多他可能要 一起开会 视讯开会的 就会用他 因为Line只支援一对一的 视讯 对话而已 那所以现在呢 可能又会有一部分 又移到那边去了 那远端 远端的部分呢 像比如说 像现在就连到我的手机的画面 对不对 如果说我要给你看一下我手机的 那个 内容 我就可以透过这边来做操作 当然电脑也是可以 电脑也是可以 我把它拿出来 操作一下 所以如果说同学有问题的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跟他怎么样做互动 跟他做互动 好 那待会呢 我们再看 再来 所以这些大部分大家都有用过 两阶段验证用的也不少 所以大家还蛮注重这个安全的 但是我发现 竟然 知识图 只有一个人有注意过有这个功能 这个已经推出应该 两到三年有了 台湾 台湾的部分 美国再更早一点点 又早一两年 事实上知识图 你们只是没有注意 实际上是有 好 实际上是有 那另外一个 RSS阅读器 现在知道的也很少 还蛮 还蛮少的 Evernote OneNote 比例大概一半了 好 所以另外呢 密码的部分 很显然大家还是比较偷懒一点点 比较偷懒一点 觉得 继续用下去就好了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大家这样的 内容之后 我们就一个月来看一下 到底 这些 你 是不是有注意过的